2-6 准备 不愉快 不能挑战 因为限制 FT ON и 大家看到的这场比赛是一场明星战 署耕铁英华对阵俄罗斯的弗拉茜米尔 这场比赛也是全名朋友们的 他们期待很久的了 对于铁英华来讲 这是他2022年的第一场比赛 也是他2022年的最后一场比赛 所以看刚刚这个我们能够看到 小虎的这个出场 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激动的心情 是的 弗拉奇米尔这拳可以啊 文准很安 后手的轮摆 小虎铁英华真正要稳一稳 稳一稳 稳一稳 给人一个赌秒 场代赵阳老师 不能过于的兴奋 对 素得 还是要冷静下来 对 你看刚刚这个小虎进入内海的那个方式 猛虎穿鳞的感觉 稳一下 弗拉奇米尔的后手拳还是势大力尘 是 有点不安套路出牌 这个后手拳就文摆相当的重 而且能够感觉到他前手依旧很重 即便小虎在做防守的时候 他后手的文摆依然是能够打出位移 给一个基辅 这个拳的力道的确是够厉害 而且这是一位1988年的老将 182公分的臂展 182公分的身高 小虎这边身高臂展就176公分 所以你看他在拳上啊 还是有不少的优势 尤其是 你看后手就能够很轻易的能够打到对手 而且还能够打穿 又是一个后手 对 我们看到小虎的有明显的头部位移 没错 嗯 我觉得这个回合来讲的话 小虎还是去找一找感觉 是的 嗯 做好防守 嗯 六公分的臂展 感觉他的臂展游户不止六公分啊 平手过到的地方还是挺远的 所以小虎一上来整个第一回合也是疲于招架啊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弗莱吉米尔的这个后手拳 嗯 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他的这个后手出的有点 不规范 或者说 嗯 线路觉得很奇怪啊 但是能够起到一个中央的效果 就好了 对 的确是 就像我们经常说英雄不问出处啊 对 就是能够起到效果就是最好 而且的确在整个第一回合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少的利好啊 反光小虎这边整个第一回合好像还没有太好的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 先手点出去了 剩下十几秒的时间 是的 他还是主要以防守为主啊 哦呦呦 这船的穿透性给的也不错啊 先手十秒钟 好 防守 起他的后腿 还有啊 每次的后白腿 倒下拿得还不错 还有小虎的神龙白尾 对 哎呀 这个让我看得一惊 弗莱吉米尔呢 是在2006年拿到了 WAKO世界T&N锦标赛的一个银牌 那从他今天整个第一回合的表现来讲 我觉得这块银牌拿着还是比较有分量的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连续两个刺拳之后 转过来 弗拉基米尔打得很冷 没错 而且还是踢到了支撑腿 在移动上做得也不错 对 我是觉得小虎还是不能够着急 虽然他今天来了一个庞大的支援他的 贾奥琪叔也在他的边角 对 是的 我今天听到此起彼伏的有给他做指令的声音 但我觉得还是一方面听自己教练的 另外一方面自己做到先攻有数 没错 还是要打得更稳健一些 是 整个第二回合打到现在一半的时间了 可能小虎的进攻节奏还是有了一点点 可能找到了一些比赛的节奏 而且弗拉基米尔这边呢 我觉得有一点危险的是什么 就是小虎的这个进攻节奏 能够慢慢地找到是来源于弗拉基米尔现在的进攻输出速率降低了 是的 他没有那么多进攻输出了 所以才显得小虎能有空间去打 找到了一点点进攻的这个时机 对 就是很难想象 就是如果弗拉基米尔再把自己的进攻节奏提回到第一回合 当然有可能没有那么高频次的进攻输出 那小虎可能依然要批于招架 这场比赛真的 反正起码是让此刻的我有一点中心 对 刚刚应该是有一个无意识的激动动作 就是一个后摆 哦 后直 就这一个这个后摆 对 我觉得就过用了 对 这一个大轮摆啊 说实话真是不成全 而且我觉得你上来能够感受到 虽然我们不能够去感受他那个拳的这个力道 但是你看他那个幅度 而且把自己整个身体的重心都已经给丢出去了这样的轮摆啊 就是在武林功的擂台上很少能够看见 所以刚一上来小虎有点不适应 不要发力 小虎 你要 afraid 你不要扛是문人 要扛 他一执 是我们不要扛 一执是的 不要扛 下去下去 녀托 mt他推 你oscope take his swift 不要花力 小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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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加点高点头 他不够小谷 他不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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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要加学队 不要抗他这动作 不要抗他这动作 来一圈不要抗 一个圈都不要抗 下去下去 你看他推 下一个表演 不要抗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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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时候 后面就是手 动起来交价 好不好 没在那裤子 就是 打着小谷有点一蒙 对 就可能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对手 是啊 而且还有一点 可能是小谷就是 长久不打比赛了 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 没有在位态上 出现在武林峰的擂台上 这是个 就是什么路数 可能也没有弄明白 你想就是 权力报价的防守动作 一个轮板能够打出位移来 就这个可见 权的力道之重啊 嗯 又是一个前手 打得很漂亮啊 直拳的落点和线路 还是非常清晰的 弗拉吉米尔 整个 要抵一阵 拳还是比较重的 是 两个人毕竟是七十一公斤级啊 嗯 但是我感觉 弗拉吉米尔今天那个后手 打出了七十五公斤级 甚至八十公斤级的感觉 真的后白 还有一点 你看小虎 他以前的这个打的这个级别 是在六十五六七 对 然后这个 我们看这个弗拉吉米尔 他可以从六十五六七到七十 是的 这多级别都能打 对 这场比赛对他来讲 可能平常的训练赛 打的就是这个级别 是 但是对于小虎来讲 如果打七十的话 就可能是要 升重去打 对 对 会吃点亏 没错 调换护当的这个过程 可能差不多需要两分钟左右 这两分钟是弗拉吉米尔 一个非常好的休息时间 好的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但是小虎千万不要让自己 因为调整这个事儿啊 就是他的比赛节奏 和自己的进攻节奏被打罢了 他的变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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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已经放不住了 对 弗拉吉米尔的这个前手啊 拿的真的是漂亮 打 打 那个那个那个 鞋子 能不能 没错不错 而且 好 不要没报 而且弗拉吉米尔的前手 会在自己进攻状态下 拿的略远一些 有点太拳手的意思啊 而且他前手还会有一部分的虚晃 再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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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虎千万不要再拳 再拳 再拳 不要提拳 再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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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宇丹丹 继续往里压 对 小虎让自己的进攻输出 再密集一点 给弗拉吉米尔更多的压迫 再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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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但是你会觉得弗拉吉米尔有点养心蓄锐的意思 就是我一旦找到小虎的空档 对 我只有我的后手拳 对 马上就来了 而且不能忽略的是 他前手拳的能力其实一点都不弱 不管是他的前手直拳还是摆拳 包括刺拳 甚至是刺拳都是有杀伤力的 是 好 这个后白腿 给一个扫踢 转身过来 弗拉吉米尔估计接下来 打由左拉 转到转掉这十秒钟 十秒 十秒 手满 不能够去判 穿绳 没劲了 弗拉吉米尔这个体能 对 掉的确是很快 刚刚他那个休息 就是小虎在调整他的这个护装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 那个游戏和工作室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比赛的结果 先拿出来 深呼吸 准备打第四回合 不要控制 踢打就踢打就行了 跟他腿软腿软 这边揉住 无论什么样的场面 我们都非常开心地看到 小虎他回来了 能够在挫折当中站起来 那就是巨大的成功 我们来看看最终的结果 会是怎样 本场比赛结果 三位裁判 一致判定 28比28 平局 加赛一局 好 竞争赛局开始 这是一场71公斤式的明星战 小虎铁英华对阵来自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 是的 从第三回合的表现来看 弗拉基米尔这边在体能上 还是略微有一些的问题出现 体能不足掉了比较多的这个情况 还是比较明确 所以对小虎来讲 应该算是一个利好 而第三回合 小虎其实慢慢 找到了自己的进攻节奏 没错 对的确就是 因为长期打比赛 的确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就是赛感不好 对 所以这回合 小虎还应该继续保持自己的 激动输出的频率 所以说这个老将 他这个经验还是在的 你说在这个 长时间输于擂台之后 去找他的比赛的一个感觉 尤其在第一回合 又被这个弗拉基米尔给了一个赌秒 然后体力华能够这样去调整 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将丰富 没错 漂亮 你扫踢给的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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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来找 不要等了 小虎 在赛的过程当中失去了重心 扫踢对不要等了 还是要赶快打自己的进攻出出 不错 已经等到被弗拉基米尔逼到了死角当中 这个小恩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就是一个前手啊 即便弗拉基米尔的动作都变形了 但是前手还是可以打到 那根本是实力不俗啊 根本力还是挺好的 对 压上去啊 要给他更多的压迫 按一个连续 全力回家 往下回来 给基辅 漂亮漂亮 两个动手 对 扫踢之后接自己的拳 要打连击的对手打出来 好的 后白腿 还有弗拉基米尔也不能指防守啊 对 倒置在哪里 防止压力 他可能是想延续自己 第三回合的 额纪啊 就是说 还是要在对手的进攻当中 用自己的防守端 撤不端的时候就找出 哦 哎 漂亮啊 刚才的一个前白加一个布白 已经把打破了 快 又是一个图表 他可能恢复过来 哎 接 接 接 哦 有点 有点担心了啊 因为小虎刚刚站起来 赵衍老师读的前三导的时候 是个晃的 丢毛巾了 用白毛巾了 丢毛巾了 所以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面目的 对 是 是 踩出的 我们在前面属 走 我们在发现 赵衍老师 是 看着 这个 绝渐 你们 这 还 感谢观看 好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来宣布 比赛的最终结果 在加赛局 两分四十秒 红方弃拳 兰方弃拳 关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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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门